新北一名女子因为同居人九岁女儿小宇化名 放学跑到同学家玩为事先告知 等其返家后竟拿电纹拍痛哦 用针在其大腿刺好几个洞 甚至宁其脱光全身衣物 将人关进全黑的浴室 新北地方法院经一妨害自由 判她有期徒刑六个月 令射伤害部分处四月徒刑 得一颗罚金 全案可上诉 小宇去年三月某日中午因为放学 没直接返家 玩到下午三时才回去 手脚就被爸爸统居人用绳子捆绑 关在全黑的浴室里 她表示阿姨不只把她关在浴室 为了不让她开灯 还用罩子跟交代封住浴室开关 小宇遭到的虐行不止如此 事后还被爸爸统居人用电纹拍殴打 凤衣针刺大腿 头发也被简称拉厘头 直到隔天上学 老师察觉异状通报相关单位 才获紧急安事 该女子到案后承认动手 但便称是小宇不写作业又不听话 盛怒之下才会动手管教 但新北地检署认为其行为 以逾越一般管教范围 权案起诉后到了法院审理阶段 她才改口认罪 法院认为该女子已和小宇父亲达成和解 单位或女童原谅 其身为长辈 却未能控制自身情绪 妥善照顾女童 造成女童身心严重伤害 因此判决处犯妨害自由部分虚辱兼服刑 伤害部分得以一日一千元一颗罚金 新北一名九岁女童小宇化名 因放学跑到同学家玩 为事先告知返家后被父亲同居人用针刺大腿 甚至被迫脱光全身衣物关进全黑的浴室 是意图应Cimage分享